古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然而在日常的生活中,许多非常辛苦的人,生活依旧还是那样的平淡 每个人都梦想自己能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 可是机遇的把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的 生活中充满着无数的机会和危险,能成功的却是那极少数的人 可见这里面的变数还是非常大的 有句俗语是,溺欲豺狼,雾尽白虎 你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各位文人雅客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第一国学 这里是国学军 首先我们来看豺狼 豺和狼在动物中都是比较凶猛的 而且两者的捕食方式都是接力式穷追不舍和集体围攻,以多取胜 他们残暴和贪婪,凶狠而无所畏惧 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所以老祖宗将豺狼比喻为那些胆大妄为的坏人 古人讲豺狼当道,以此来比喻恶人横行 人们还说豺狼野心,豺狼虎豹等等 可是这句俗话里面说,宁欲豺狼不碰白虎 说明白虎比豺狼更可怕 那么白虎究竟指的是啥呢? 在《协计辩方卷3引人缘密书经》中就有记载 这也就是我们俗语中所说的《丧门白虎或退财白虎者》 在中国的《命理相书》中就曾说到一种名为《白虎兴照命》的命象 这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命象 有人把白虎比作《阴损小人》 结合俗语《白虎穿堂加败人亡》的说法 把他的话解读为 一定不要轻易相信和结交小人 以免自己受到伤害 胡雪岩口中的宁欲豺狼物竟白虎 其实就是宁愿遇到像豺狼一般的恶人 也不能靠近如白虎那样的贪婪 好了 本期视频《国学军》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